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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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 千万别干这事 我们现在确实现实生活 有很多这种类似的现象 打靶 脱靶了 不愿意自己的基本功补到位 变什么 愿意枪不好 考大学没考上好成绩 自己理想成绩没有得到 愿什么 愿早上喝绿豆汤喝多了 一上考上就杀尿 等等这些原因 都是肚子疼 愿赵王爷 而历史上有一个人 他就经常干这事 谁呀 希特勒 所以我先从希特勒讲起 这个苏德战争爆发于 1941年6月22号 德国人一起打 一开始打得挺顺手 打来打去越打越困难 最后到了12月份 苏军发起了访攻 他就节节败退了 那么1941年12月19号 那天早上是有点血雾 那么在莫斯科郊外 不远的 德国中央集团军司令部 两个元帅 在说些什么 哪两个元帅 第一个就是 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司令 菲尔多 鲍克 另外一个是谁呀 是金多冯 克鲁格 这是另外一个元帅 这个鲍克呀 就握着克鲁格的手 说什么 感谢你 结果我身上这个担子了 不过建议您 要有充分 充足的准备 在这里打仗 太难 这克鲁格呀 长了一副 又嘟嘟的脸 跟鲍克 跟鲍克 狭长的脸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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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充分鲜明的对照 亲爱的 亲爱的元帅 我闻之您呐 未病又犯了 明未病啊 又犯了 我心急如焚 现在战事日锦 战场环境这么艰苦 不利于你养病啊 所以说 我让你回国疗养吧 你的植物将由克鲁格 来替代 就这么一封信 他带一个疗养症 包括结果之类 心里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因为包括贵族出身 从小当兵 少年时候就当兵 十八岁 十八岁的时候 已经是少尉军官了 所以长期的军礼生活 他知道希特勒 给他这个疗养症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勒令让他退休 他太清楚了 他让我退休不是 而这所谓勒令退休 到背后呢 是他与希特勒 在一系列作战指挥上的 分歧 与矛盾 所带来的 这个苏德战争一爆发 我方才说了 德军进攻速度 非常快 作战也相对顺利一些 他分三个集团军群 中央集团军群 就是波克 他的主攻方向上 白俄罗斯方向 途径呢 所以开始包括 进攻 快 斯姆林斯科 斯姆林斯科 两次大合围 歼灭了苏军在 白俄罗斯地区的主力 光俘虏就四十万人 你想啊 两次大合围 俘虏四十万人 当然了 德军也打得 过于 疲惫了 精疲力尽了 所以八月四号 波克 就向希特勒建议 能不能部队停止 先进修整 转入防御吧 等到过完冬季之后 来年开村再打吧 这希特勒呢 他正在中央集团军群 视察八月四号那天 按道理 从军事角度讲 波克的建议是正确的 德军联系作战 消耗很大 你即便取得军事上胜利 这消耗也大呀 那需要补充 伤员需要后送 兵力需要补给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不是 你战斗力得不到恢复 你怎么继续得 进一步向 莫斯科方向推进呢 所以包括的建议是对的 然而 这个合理性建议 被希特勒断然拒绝 希特勒说些什么话 他说得下来以后 大致意思是这样 这样的 我当总理之前 我一直以为 参谋本部是一只 蒙犬 如果不拉紧 他脖子的锁链 他会 扑过去 撕咬任何一个人 嗨 遗憾的是 我当上总理之后 这个参谋本部 总是阻止我干这个 干那个 而这些事情是必须做的 我扩军 他反对 我进攻南英兰 占领 莱因兰 飞军日区 他们本部 还反对 我占领 奥地利 我肢解 捷克斯洛伐克 我进攻波兰 进攻 何必如法 参谋本部 还反对 现在我进攻苏联了 他们还劝我 不要进攻苏联 然而 我做了 而且取得胜利了 他跟 博克说这话 所以说 这里 我再次重复一遍 你们 包括参谋 整本部 是我手中的盟犬 随时要听从我的命令 我对您的建议 我只有一个 答复 继续前进 那么 博克的建议被否了 由于部队 得不到及时修整 所以德军 下一步阶段 作战是越来越困难的 比如 德军没有带东庄去 因为希特勒认为 三个月拿下苏联 六月二十二号打仗 三个月之后 是九月二十二号 顶多十一 我结束战争了 结束战争了 我用不着戴宗庄 可是这样越打 他越不顺了 而一九四一年 冬欧的冬天 来得那么早 十月一号这天 也就是莫斯科战役 打响那天 莫斯科地区下了一场 罕见的大雪 衣着担保的 德军士兵 一下子就感到了寒冷了 糟糕的天气 不仅给士兵 飞战斗卷员增加 而且给所有的车辆 包括弹戈车 动不起来 因为弹戈的燃料 变成熄壶状了 必须把它烤化之后 它就发动起来 那你赶紧运 因为运弹戈容易 俄罗斯的轨道是宽轨的 德国的轨道标准轨距 苏军撤退之前 把所有的苏联车厢 全部炸了 这德国的车厢 对苏联的宽轨 它根本就不适应 铁路基本没用 那车呢 车都陷进去了 晚上冰冻了 车可以走 白天呢 太阳出来了 冰雪化了 成沼泽地了 那拖底盘了都 所以说德军呢 狼狈至极 来陆军参谋长 哈尔德都讲 我们已经到了 三清水净的地步 请求撤退 他为什么 我上前讲的 德军步步步步 是坎 步步是障碍 为什么 就是他拒绝了 包括正确的建议 1941年6月22日 德军突然对苏联发动袭击 苏德战争爆发 战争一开始 德军凭借突然进攻 武器装备上的优势 军队早已动联合集中 并有作战经验的优势 打得极其顺手 希特勒甚至发出 要三个月拿下苏联的豪言状物 当包克元帅提出 要修整过冬的建议时 希特勒坚决否定 那么接下来 等待德军的会是什么呢 那希特勒 说包克我的答复 只有一个继续前进 他往哪打 他的主攻方向在哪 主攻方向乌克兰 列宁格勒 他要分兵 这又是兵家大计 你赶紧沉着一起吧 莫斯科方向推进吧 他不 这包克当时听了 目瞪口呆 在他看来 现在最重要的攻击目标 是莫斯科 不已经不能停止 进攻莫斯科 到军事行动 而且还要集中兵力 进攻莫斯科 你在最为最为关键的时候 你怎么能分兵呢 可是呢 援手的命令 是不能更改的 多可不死心呢 让古德里安 去到希特勒的 大本营 贝尔特斯加登 去到那去 干嘛 面见希特勒 陈述他的意见 继续进攻莫斯科 亚尔西特勒呢 看到了古德里安 他跟得大奖战争经济学 他说你知道 为什么要分兵吗 我需要的是乌克兰的粮仓 高加索的油田 还有克里米亚的军党啊 包括听到消息之后 再次电告希特勒 他不死心呢 直言不讳啊 他是贵族出身啊 他资格也老 直言不讳跟说 我的元首 我请问您 您的目标是军事政府 还是经济开发 你告一声啊 我打仗有目的的 希特勒回答 很简单 一起抓 同等重要 不分相后 按照军事常识讲啊 这是瞎指挥啊 所以对莫斯科的进攻 恢复对莫斯科的进攻 这个直到九月底啊 九月三十号啊 而这个时候 当波克恢复到莫斯科方向的进攻的时候 感觉到遇到的抵抗越来越顽强了 为什么苏联军民利用这个时间 加强在莫斯科方向的防御 在通往莫斯科方向告出了数道防御地带 十八道防御阵地 动员了五百三十万预备役啊 来参加莫斯科保卫战 这一批批的苏联的热血信念 唱着军歌 唱着国歌 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 德军遇到抵抗 能不感到越来越觉得他进攻吃力了吗 所以推进越来越慢 而苏联军的莫斯科方向作战呢 极为猛烈 已经到了乔努之末 爱好上帝加入了俄罗斯国籍的德军 难以抵御苏联的攻势 这时候包括再次请求 希特勒同意 将部队回撤到美洲报防线 如果这个时候 希特勒同意了他的撤退的请求 德军是主动的撤退 而主动撤退 从军事角度讲 部队的损失会小一点 然而希特勒坚决反对撤退 他的回答请安静 我的元帅 全面退却 是毫无讨论余地的问题 你不要谈这个东西 但是战争 胜与负 不是你希特勒的声音大于小 胃口大于小 说增左右的 这苏军的攻势越来越猛 德军的态势越来越差 直到这个时候 包括的部队实在抵御不住了 全线崩溃 希特勒才从意后撤 正是由于希特勒的瞎指挥 德军在莫斯科城外失败了 然而失败之后 作为元首的希特勒 并不从自身的找原因 那他是怎么做的 他就是肚子疼痊 赵王爷了 早一点不招边际的 声拉硬扯 千江附会的 既是小儿科的原因 把责任推下的是部署身上 开始找替罪羊了 很快将南方极端军军司令 卡尔风 伦敦斯塔特 而克罗洛格怎么回答的 他非常同情 眼下这个倒霉的元帅 他安慰说 量也好 会少了很多麻烦 减少很多不愉快 少生些嫌弃 现在我要想的下一个倒霉蛋 是谁 是谁 就是他 那他怎么倒霉呢 这是后话的 我用这个故事 要说明的就是 孙子诗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故善战者求之于是 不责于人 就是说 善于指挥 作战的将领和统帅 对他们追求的是 如何营造最好的作战态势 而不要把责任 推到自己的部署身上 一句话 说到同事一样 肚子疼 别怨赵王爷 这就是誓的重要作用啊 将领 你要营造誓啊 把一些具体的实力 如兵力啊 武器装备啊 地形啊 气候啊 山川啊 等等等等 这些看得着 摸得着 看得见的东西 有形的 刻画存在的东西 变成什么 通过人为的 有效运作 凝聚成 一个巨大的潮流 趋势 气势 今儿竹在战争的 局面 竹在战局的 胜与父啊 有了事 就本地 力宝 花小钱 办大事 以最小的成本 换取最大的利润啊 孙子 在他的著作中 核心就是 不战而决之兵啊 不打仗 少打仗 就把打仗活办了 那么如何能达到 这个态势 这种目的啊 就需要事啊 是不是 那么正因为 事如此重要 并且 所有的事 都是人去营造的 所以说 孙子提出 求是的思想 求之于是 认为一个 能争善战的 将领和统帅 最重要莫过于 上宫发谋 打仗 靠的是头脑 不是靠拳头 你干靠拳头不成啊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历史有太多太多的 经验与教训了 讲个曹操的例子 曹操是军事家 战略家 但是他 就有一个逆势而动的 教训 这个东汉末年 董卓 有一个部下 甘肃 武威人 叫张继 他是一路作侯 他在董卓死掉之后 成为群雄之一 不过后来 又一位关中大汉 把张继恶的跑到了 跑到刘表的地盘 抢粮食 就是今天的南洋啊 讲粮食 结果我们 被阳承人 又是今天河南邓州 抢到这儿了 被当地老百姓 组成的皇位团 意见给射死了 张继死后 他的部队为他的 亲子张绣 所接管 而张继 与叔叔不同 他奉行 节流表抗曹操的 战略指导风筝 统领他的军队 驻在的晚城 就是今天的南洋 那么曹操认为啊 你严重威胁了 我的势力范围 他自然 把张继作为 眼中钉肉中刺 必于去之 在公元196年3月 曹操亲自率军 前来南洋讨伐 张绣 这个张绣住在晚城 我方在说 他刘表的地盘 本来刘表张绣 是有仇的 刘表陈下的 这个老百姓 或者叫自卫团吧 将他的叔叔给杀了 你不知道人家抢粮食吗 人家给你杀了 他俩是有仇的 而张绣呢 之所以要和刘表 结好 甘愿寄人 篱下 目的是什么 闲儿一间 连起手一起 抗击曹操啊 而刘表呢 也正是出于 这么一个目的 连张抗曹 让呢 张绣 住进自己的晚城南洋 他让张绣帮他抵御曹操 所以刘彰两个人 这握手联合的基础是曹操 那么这样呢 如果破坏刘彰联盟的最好方法 就是静观事变 于是曹操的军师 巡游站出来了 这个巡游这个人哪 很聪明啊 他年轻的时候就抓盗贼 他听说曹操要去打张绣 于是他献策 他说啊 从目前来看 张绣刘表互为倚靠 形成了一股比较大的势力 但是 他是从观众来的 外来户 他在晚城一带 没有什么根基 而晚城又是刘表的地盘 他那人吃马胃 都是刘表供给的 时间久了 刘表一定吃不小 你想养了这么多白吃饭的 白吃饭前提是没账打 有账打不白吃饭 我花这个钱 花这个粮我值啊 所以时间久了 刘表是不干的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攻打张绣 刘表势必认为他自己的地盘受到威胁 一定会率军 来支援 张绣 不仅不不仅要继续给他粮食 人吃马背 还有算进知识 如果他们两家 何必一处再打我们 我们会得不偿失的 我们会事倍功半的 反而难以达到目的 如果现在我们暂缓攻击张绣 他们之间的矛盾 会为共同威胁的消失 渐渐的暴露出来了 经过发酵发展计划 那么作为刘表 他绝不会在自己的卧榻之间 睡着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卧榻之间 其中他人寒睡 这是个虎狼之人啊 那么刘表 他会因为没有我们对他的威胁 而把张绣看作一个吃白饭的人 干吃饭不干活吗 那么这样呢 他一定会停止对张绣的 后勤补给的供应 而张绣的后勤补给 一旦被刘表停了 张绣是肯定不干的 不满 那个时候他们两家 就参称奉隙矛盾了 随着矛盾发酵一扩大 正是我们把张绣争取过来 然后再打刘表的好机会 分而兼之 所以说寻忧啊 就像曹操 威威道来 他对张绣 大于不打的看法 按道理来 寻忧这句话肺腑之言 符合军事规律啊 他是曹操的重要谋士 极有自谋 如果曹操接受了这个建议 刘彰联盟必垮 但是曹操啊 人就怕一切用事 曹操这么聪明人 由于他曾经两次攻打张绣 都鲨鱼而归啊 他这个恨啊 我一定 我这次灭了他 所以在非理性条件下 拒绝了寻忧 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 结果第三次攻打张绣 再次失败 当失败之后 他才悔不当初啊 才明白巡游战略 指导的妙处 懊悔不迭的讲 不听公言 果道 此败 那么从这个史实可以看出 曹操之所以失败 就在于其 不尊重胎势 结果逆势而动 逆势而为啊 这一个 在一个军队里啊 一个团队 一个军队 有一个好带头人啊 相当相当不错啊 俗话说 兵雄雄一哥 将兴雄一波啊 将兴雄一波 那么这话是有道理的 统帅是战略 指导的角色者 仗怎么打 什么是日户打 打到什么程度 从哪打 这都是 你将帅 战权必须考虑足 考虑透达 一句话 战场上 所有的 关于全局的问题 各位统帅 都要把握好 然后去营造一个 良好的态势 这种态势 这种造势态势 就是战争取胜的关键 孙子为什么讲 正可为言 他就是认为 胜利是可以制造的 而制造胜利的关键 在于智慧脑袋 爱因斯坦讲 人是靠大脑解决问题的 但是人人都有脑子 未必人会动脑子 就如同人有双腿 未必人是流降 为什么脑袋差距这么大 就在于脑袋 智慧以否 在于脑袋 有没有方法 有方法脑袋就好使 就智慧啊 为什么 马斯说的地道 科学的本质在方法 所以说 打仗关于在统帅的脑袋 而不要把战争的压力 完全放在下级官兵的身上 统帅他智慧 施打地基 你地基打得牢 你累枪上帮 没问题 上梁没问题啊 地基打得不牢 墙累的 债值 梁上到债政 三两天就塌了 孙子所说 求之于是不择欲人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尤其是这般不择欲人 不仅考验着将帅的军事素养 更包含着对个人性格 脾气和嫉妒的要求 但纵观古今中外 这样优秀的军事家 从来不觉于事 新中国的开国元帅的刘国成 就具备这样优秀的品格 所以说战争是什么 战争要求统帅 用看不见的智慧 去制造看得见的胜利 那么从这一点来讲 如果战争失利 如果战败 最应该杀头是统帅 而不是下级官兵 当然这并不意味 下级官兵没责任 而是讲的责任 首先要统帅去复 那么这个里面 作为军人 特别是高端军人 应该牢牢肃立这方面意识 所以孙子从这一点意义上讲 讲什么 这句话表明了 一个高级指挥员 必须具有的职业道德 和职业操守 我们从我们开国元帅 刘伯承的一个历史 就可以看出 他身上就具备这样良好的风范 与道德 抗二战争时期 刘伯承同志是什么 1290师长 进进鲁裕根基地的司令员 1937年10月 他指挥到第386旅 在娘子关西边的平地 阳泉等地 在奔袭过程中 突然遭到了日军的伏击 损失很多 百八十名啊 我八路军官兵阵亡了 好不容易刘伯承带领部队 跳出落包围圈 然后总结 但是在总结过程中 刘伯承 没有把责任推到386旅 到旅长陈庚身上 而是在作战会做检讨 检讨什么 我们的力量本来就有限 这么些死去的冠兵 都是我们爬雪山过草地 好不容易过来的 那是我们的精髓啊 可是就这么样 多好的种子 撕在这里了 接着讲这个教训太深刻 责任由我付 我向毛主席 向周恩来副主席写检讨 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了 而不是推到386旅 陈庚同志的身上 后来呢 他果然把监导书送到了中央军委 陈庚的部下386旅全体官兵 听着我他们的老师长刘伯成 打了败仗 而不乱处分人 而是自己先把责任担当起 这就是担当精神 那个心情 心情非常激动啊 感动 激动 士气大为增加 所以很快 在371年11月2号 当日军第109师 136联队 他不叫团 我们叫团 他叫联队 这一个大队 一个营的日军 在向西洋地区进攻时 被我八路军给所见面 这是黄牙底著名的作战 日军拼死要突破我们的重围 结果呢 三百多日军躺在那 死掉了 而我们呢 视他是十分之一 我们伤亡只有三十余人 所以后来日军逆提到 黄牙底呀 就哀叹到 黄牙底是黄军的死亡故 而打黄牙底的 就是我386旅 这就是不择于人 换来的回报 所以说打几场败仗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 打完败仗之后 如何认识自己 如何认识责任 我们刘帅打了败仗之后不推诿 不回避 而是勇于担当 承担责任 这恰恰就是 孙老先生 在两千多年前 要求我们的高端指挥人才 什么 求之于事 不择于人的职业风范 于道德 而这种担当 他又会化作精神的力量 感染着自己的部署 使得他们愿意按照 自己的统帅 他一直去办事 哪怕 赴汤蹈火 他们眼睛都不会砸的 所以这就是 孙子所说的 真正善战者的原因之一了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